好 另外一方面是资深媒体人范立达 在上个月经报 他的老婆遭到长官 也就是前司法院惩戒法院的院长 李博道性骚扰 李博道虽然申请提早退休 但是在12号他发表了一个声明 这个声明里面 他直接否认有写情书 还有性骚扰 他强调自己是问心无愧的 像是情书这边 他说是子虚无有 只有给予下属所谓的慰问书面 另外他说所有的不实指控 不排除要采取法律途径 但是针对于这一篇声明 李博道他现在有关于这篇声明 范立达也直接进行反击 他也直接问了李博道 他说在这个院长室 对于他的内人做出乐举的行为 如果有录影画面的话 可不可以提供调乐 再来他也强调 如果要维护声誉 应该要勇敢面对 也要诚心道歉 谁是冒犯女法官男的双手 前惩戒法院院长李博道 日前被爆料 三月他参加两天一夜自强活动 喝了酒后 雄暴女法官还写了告白信 前后三次性骚扰 原本六月底满七十岁当天 要光荣退休 五月却以健康因素闪电退休 自身媒体人范立达 矛头对准他 指控性骚扰对象 正是自己的太太 但李博道发出声明反击 澄清情书子虚无有 周刊报道断章取义只有给予下属 慰问的书面而已 本人可以在适当时机对外公开完整内容 以接受公平 李博道 那封信我手上也有 你要不要把那封信摊开来 大家看看 你那封信是怎么称呼那人的 这是一个长官队部署的慰问书面吗 是发生到目前为止 层级最高的一位司法首长 怎么可以容忍他到现在还在那边胡说八道 李博道更强调曾要求委员会调取录影带 以明真相 不实指控与恶意抹黑 将不排除采取法律途径 发生在李博道他自己的房间内 另外两次的拥抱 发生在李博道惩戒法院院长办公室内 请问你院长室 还有你自己旅馆的房间里面 有装监视设备吗 好证明这句对天发誓 是不是真的有这回事 华市新闻华美会方请年台报道